加油!加油! 湖南長沙市某間省級示範高中 在12月27日爆發集體示威 學生在宿舍樓層大叫口號三憂 抗議學校將元旦三日假期縮減為兩天 要求恢復三日假期 據了解在12月26日晚上 校方突然宣布將三日的元旦假期縮減為兩天 引發老師和學生強烈不滿 由27日上午開始 學生自發聚集在飯堂和辦公大樓 四圍張貼海報 表達對學校隨意縮減假期的極端不滿 網上流傳的截圖顯示 有一張海報上寫著 誓死力憎還我三憂 與其怨聲再度不如民主自由 讓我們都有光明未來 學生將這次的行動稱為元旦三憂事變 而在學生的抗議下 校方最終仰步 恢復了元旦的三日假期 前大陸的傳媒人 鐵鏈女崔哨人趙蘭健 在X平台上 以共產黨最怕一代出現為題 指湖南長山學生的群體抗議事件 標誌著中國新一代的抗爭者已經誕生